今天是女友柳如烟第六次见家长 我跟爸妈在饭店等了整整四个小时 期间我给她打了无数个电话 都没人接 当我正要打最后一个时 柳如烟的竹马宋锦鸣发了条定位在郊区酒店的朋友圈 我们要从18岁走到80岁 配图是一个女人雪白的后背 露出的肩膀处有朵妖艳的彼岸花 有个共同好友起哄 还是初恋CP更好客 我默默点了个赞并评论 记得死后还要埋在一起 下辈子也不要出来火害人 刚上完菜时 柳如烟的电话就来了 我毫不犹豫地挂了 可下一秒她就发来她信息 你不要胡乱吃醋好不好 我跟她在一起长大 一起到80岁怎么了 你这种心里脏的人 看什么都脏 再说了 景明在这边出了点事 我过来这边帮她处理 谁知道突发大雨 她身体不好 我怕她出什么事 才开了个房间避雨的 后面还不断地收到类似的话 唯一不提的就是今天答应了跟我爸妈吃饭 我不再看她发来的消息 只是觉得对不起爸妈 抬头看着爸妈 我心里充满愧疚 他们已经年纪大了 但为了见一见我女朋友 刻意坐飞机过来 可柳如烟却一次都没出现 爸妈因为柳如烟的一次次的失约 已经很不高兴了 但我又喜欢她 他们才一次次地忍耐 爸妈 对不起 又让你们白跑一趟了 我妈心疼地看着我 我爸则是淡淡地说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不予评论 你自己做决定 我们就当过来看看 我眼眶顿时酸涩不已 跟柳如烟在一起的五年 她从来没有陪我回去看望父母 她是个知名律师 总说自己时间金贵 是按分钟来收费的 可只要送锦银的一个电话 她就愿意跨越半座城去找她 甚至有时间陪她出去旅游 爱与不爱 真的很明显 只是我一直在自欺欺人 有些时候放下 仅仅需要一个瞬间就够了 将爸妈送到酒店后 我回到家已经11点了 柳如烟黑着脸在沙发上坐着 见我进来就发难 这么晚回来 去哪里鬼混了 电话也不接 发信息也不回 我耐心听完她的倒打一耙 打断道 你还记得今天要去做什么吗 今天能做什么 不就是上班吗 还是你要柳如烟话说了一半 就戛然而止 对不起 叔叔阿姨回去了吗 明天 明天我一定不会忘 我平静地说 不必了 说完 就直接回了房间 洗完澡后 我关掉灯 盖上被子准备睡觉时 柳如烟进来了 她已经洗过澡 穿着件黑色吊带睡裙 像往常一样 躺在了我身边 还在生我的气呢 我背对着她 一言不发 柳如烟的手臂还上我的腰 贴近耳边温柔地说 亲爱的 对不起 这次是我错了 景明出车祸 打电话给我 我一时着急才忘了 见我还是不说话 她使劲将我转过去 借着月光 我看到她肩膀上的彼岸花 就联想到宋景明的那条朋友圈 忍不住泛起一阵恶心 怎么 宋景明没为保你吗 柳如烟蹭的一下坐直身子 满脸愤怒地看着我 不轻视 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我不是跟你解释清楚了吗 也低声下气跟你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亏我还打算明天请假 好好陪陪你爸妈 我听着她施舍般的语气 平静地看向她 柳如烟 不用你这么勉强 我们分手吧 丢下这句话 我就拿起枕头离开卧室 准备去到磕卧水 柳如烟正愣几秒后 重重地关上门 以示愤怒 第二天 我正准备给领导请假 带爸妈去玩时 我妈的消息来了 我跟你爸就先回去了 你好好上班 有时间多回家 我愣了一下 连忙打电话过去 妈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去了 都是对父母的惭愧 我工作的城市 跟老家相隔不远 坐飞机也就一个多小时 但过去的时间里 我只顾着围绕着柳如烟转 很少回去陪爸妈 这时突然脑海闪过一个想法 我马上起来去公司找领导 宋经理 我想去广州分公司 宋经理见我主动请营 有点惊讶 今天怎么这么积极 之前我就说让你去了 你一直推辞 只要你去了 分公司项目经理的位置 非你莫属 我伸手挠了挠头 宋经理 我现在想通了 什么都没搞钱重要 宋经理满意的笑了 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表格 让我签名 从经理办公室出来后 就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接听后 就传来他气急败坏的声音 顾清时 你怎么不叫我起床 也不给我准备早餐 我今天有重要客人要见 我听着这理智气壮的指责声 自嘲的笑了 柳如烟 我不是你的保姆 没有义务做你所说的一切 顾清时 你翅膀硬了是吧 我不想再听到他声音 直接挂了电话 过去的五年 我把柳如烟宠成公主 每天的一日三餐 家里的家务活都是我包烂了 甚至他洗澡的换洗衣服 都是我准备好的 可是这些年的付出 让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一旦停止了 就是我的错 想到这 我无比庆幸自己清醒的还不算晚 决定放下柳如烟后 我的工作效率高了很多 平时一天都做不完的事 现在大半天就可以完成了 下班踏出公司 才发现外面下雨了 这时 我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你下班了吧 我今天没开车 你回家把车开过来 接一下我跟景宁 听着他理直气壮的使唤 还特意提到宋景宁 不知道在他心里 50多饭间 会在下雨天 回到家再开车出来接他们 没空 说完我就挂断电话 打车回家 回到家后 我点了一顿久违的麻辣烫 我很喜欢吃麻辣烫 柳如烟说麻辣烫很脏 而且不符合他的身份 他不吃 同时也不准我吃 可是我那天在宋景宁朋友圈 就看到他穿着一身黑西装 跟宋景宁一起坐在街边 吃着他嫌弃的麻辣烫 原来他的喜恶也分人的 只不过我不是他的例外 等我吃着麻辣烫 喝着啤酒时 柳如烟带着宋景宁回来了 他进门看到我 这么悠闲舒服的样子 与他们浑身湿漉漉的狼狈 模样成了对比 柳如烟怒不可遏 不轻时 这就是你说的没空吗 不就是没去见你爸妈吗 他们是以后都没时间了吗 你至于这样吗 我本不想跟柳如烟计较的 但他说出来的话越来越过分 我气不过 猛地站起来 将手中的啤酒瓶砸在地上 够了 柳如烟 你不要太过分了 啤酒瓶的玻璃 见到了一旁的宋景宁 柳如烟就更加生气了 伸手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呲 鲜血瞬间布满整个掌心 看不清手上有多少个伤口 柳如烟见我受伤了 有些慌乱过来检查伤口 他靠近的瞬间 我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味 这个味道是宋景宁常用的香水味 我几乎能想象到 他的手在宋景宁的身上游走 你知道的我皮肤呢 宋景宁边用得意的眼神看着我 边附和着柳如烟的话 是啊 如烟姐的皮肤可嫩滑了 在这场感情中 宋景宁得到柳如烟真实的爱 而我所得到的 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欺骗 行了 别纠结这些小问题了 我送去你医院 他看着我手上的伤口 一脸心疼 但是动作上是一点都不心疼 用手扯着我受伤的那只手 强行将我从地上拽起来 假装一个关心男友的好女友 非要送我去医院 我一把甩开他 平静地说 不用了 你再拉着我不用去医院都死了 柳如烟这才发现 他拽着我的受伤的手 但还是硬着脖子说 你不会说人话吗 非得要阴阳怪气地说话 我也懒得跟他吵 就准备自己穿鞋去医院 可是柳如烟不肯放过我 硬要送我去 扯着我走到车子前时 宋景宁抢先一步坐在副驾驶上 挑衅地看着我 我晕车 要坐副驾驶 轻驶你不介意吧 我没搭理他 直接打开后排的门坐进去 在去医院的途中 我扫了车内一圈 看到多了一些碍眼的东西 比如说副驾驶座位前的的贴脸照 车后排的篮球鞋 男士外套等等 跟柳如烟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随手将个公仔放在他车上 可是柳如烟第二天就把公仔丢进垃圾桶 他说他有洁癖 不允许别人的东西放在车上 原来不仅是原则 连柳如烟的洁癖也是双标的 到了医院 等医生帮我处理完伤口包扎好后 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在等候处转了一圈 没看到柳如烟 我也没打电话找他 站在医院门口开始打车 因为是三更半夜加上还下着雨 我等了一个小时也没打到车 我无奈地给柳如烟打电话 是宋景明接的 只是他为了一声后 电话就被柳如烟拿走了 宋景明择了一声后 我去洗澡 你快点 柳如烟似乎走远了一点 什么事 我也不磨叽 直接开口 我在医院门口打不到车 可是过了十个五分钟 二十个五分钟 他都还没到 我自嘲地笑了 就知道不该相信他 我又重新开始打车 不知道是不是上天也可怜我 这次没有多久就打到车了 到家后 我刚坐下 柳如烟后脚也回来了 一进门 他就开始质问我 为什么不等我 我饿了 给我弄点吃的 再多煮过海鲜粥 景明想吃 我一会给他送过去 喂 你是聋了吗 我因为一夜没睡 又淋了雨 头晕晕晕晕的 耐心已经逐渐耗尽了 你有毛病吧 昨天就跟你说了 怎么耳朵聋了吗 柳如烟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竟然笑出了眼泪 顾晶时 我没听错吧 你要跟我分手 这次准备几天 不 是几个小时来求我呀 我希望你能硬气点 能熬个24小时 我平静地看着柳如烟 也不怪他会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宋景明 我之前跟柳如烟闹了几次分手 可是过不了几个小时 我就很没出息地去跟柳如烟认错 去跟他求复合 柳如烟没在管我 静止走进卧室关上门 我拿出手机 开始找公司附近有没有短租房 宋经理今天下班前通知我 调令明天会下来 但正式调动还要等分公司那边的通知 估计要一个月左右 我以为很快就可以离开 可没想到还要等一个月 我一边搜索短租房源 一边想收拾哪些东西离开 自从跟柳如烟住在一起后 我就把这个房子当成家 添置了很多东西 带不走的也很多 思来想去 还是把个人物品带走就好了 毕竟以后也不会在这个城市生活了 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了 跟中介约好下午看房子 我就去客卧休息了 睡醒从客卧出来后 柳如烟用一种无法理解的眼神望向我 我没问 看了眼时间就直接去洗漱了 他忽然将手中的杯子摔在地上 听到声响 我回头看着地上的杯子碎片 释然的笑了 这个杯子是我当初迷上陶瓷时 做的第一件成品 送给柳如烟时 还被他笑了好久 说这种丑 是世界绝无仅有的 我那时候认真的跟他说 就好像我对你的爱一样 绝无仅有 现在杯子碎了 说明我跟他的关系也该结束了 我没管杯子碎片 洗漱完就穿鞋子出门了 柳如烟坐在客厅 看着我出门的背影久久没回神 下午看了几个房子 很快就定下来了一个 家具齐全的仪式一厅 最重要的是步行上班只要五分钟 之前选那个房子 是为了柳如烟上班方便 我从那里出门上班 不堵车都要一个多小时 那时候我一心只想着付出 可没想到得到的是这个结果 速度交了租金跟押金 我想今晚就搬进来了 自由舒适的气息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回到家后 柳如烟没在 我将自己的东西都装进了一个大行李箱 拉着就离开了 等我把新房子收拾干净后 已经是晚上了 虽然是很疲惫 但心情是愉快的 可是愉快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 柳如烟的电话来了 我看了眼时间 心里已经能猜到他打这通电话的原因了 无非是让我给他煮醒酒茶 备好洗澡水 可这次他没有这种待遇了 接听电话后 柳如烟惊讶的语气从听筒那边传来 顾青石 你搬走了 我有些意外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去了 试完都不开心 也许是看我没有回答 他又喊了一声 语气里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慌 大概是我听错了 分手了 住在一起不好 我有同意分手吗 你马上给我搬回来 你在哪 我去接你 不用了 柳如烟 我这次是认真的 我平静的说 柳如烟气急败坏的说 好好好 顾青石 你别后悔 说完 他就挂断电话 后悔 我只会后悔不早点分手 现在 我可以想吃榴莲就吃榴莲 想吃臭豆腐就吃臭豆腐 完全不用顾虑另一个人的想法 而且还不用每天按时准备一日三餐 多出来的时间 可以用来提升我自己 因为我发现 我已经开始跟不上公司其他人的脚步了 跟柳如烟在一起后 我浪费了很多时间 现在得捉紧补回来 所以我第一时间给自己报名了网课 离开柳如烟的第一个星期 我过得自在而充实 我以为我们就这样结束时 就接到了柳如烟朋友的电话 如烟喝醉了 他嚷嚷着让你来接他回家 我真问了一下 你是打错电话了吧 你应该打给宋景宁 要是你没他电话 我可以发给你 他朋友被我的回答 经得久久说不出话 两久后开始劝解道 你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别这么斤斤计较了 不然以后有得你我打了个哈枪后 直接打断他的话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的话我就挂了 话音刚落 就听到柳如烟在隔壁的叱骂声 突然想起宋景宁 刚从国外回来的那段时间 柳如烟天天跟那群朋友 聚会喝酒到三更半夜 我那段时间每天都睡不着 担心他喝酒出事 有一天 我给他打电话 问需不需要去接他 柳如烟不屑地说 你来干嘛 来给我丢脸吗 又不能喝 又玩不起 自从那次后 我就再也不提去接他的事了 我想起来 觉得挺没意思的 就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 关灯睡觉 第二天醒来 手机有十几个 未接电话跟未读信息 全部都是来自于柳如烟的 顾青石 你明天搬回来 我还能当无事发生 你以为你是谁啊 给个机会你来接我 还拒绝 从哪里学习 欲情故纵的新花样啊 你连锦明一根手指都比不上 如果当时不是你跟锦明 争夺一个出国留学的名额 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 看到这条信息 我愣住了 一直困扰在心底的谜题 终于解开了 大四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叫我微信 问我要不要在一起 我虽然有点想不明白理由 但还是果断答应了 那时候几乎全学校的人 都知道我喜欢他 从大二的一见钟情 到大四的修成正果 很多同学都在喊着 出国留学的名额 还把教授气得不行 我当时信誓旦旦的跟教授说 我去追求幸福去了 柳如烟一直对我不拢不热的 我当时想的是 这个女生好酷 浑然不知自己以后 会因为这份酷而受多少委屈 毕业后 我为了柳如烟放弃了 老家那边的就业机会 留在这边 以为我们会是从校服 到婚纱的典范 没想到啪啪打脸 后来我不止一次问他 怎么会突然跟我在一起 他每一次的回答都是因为我傻 我以为是一句好话 原来是真的因为我傻 我不后悔为柳如烟放弃的所有 因为我认真热烈地爱过一次 想到这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为了送锦宁 柳如烟真的可以付出全部 包括他自己 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了 是柳如烟 我犹豫一秒后 还是接听了 虚弱的声音从听筒那边传来 轻食 胃疼 顾轻食 我胃疼 你回来 我胃疼 你来给我按按 我还要吃甜粥 你不再没人给我煮醒酒汤 没人给我 我不耐烦地出烟打断他的话 柳如烟 我不是你的保姆 胃疼就去看医生 想喝醒酒汤就自己煮 我还没有这么犯贱 知道真相后 还给机会你伤害我 就这样吧 我们别联系了 说完我就挂断电话 起床洗漱去上班 差点就迟到了 要是迟到全清奖就不饱了 果然摊上柳如烟没什么好事 幸亏我清醒的早 因为准备调去分公司 我一个早上都在写交接文档 午休时才有空看一眼手机 在我挂了电话后 柳如烟又给我发很多消息 我还没来得及看 新消息进来了 是他午餐的图片 后面跟了一句 饭好硬 没你做的好吃 我没回 手指又向上滑拉一下 看到对不起那三个字 我有点意外 柳如烟是个很自负的人 他很少会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事 就算是他错了 他也会责任推到我身上 所以在他一次次的破下 有一段时间 我失去了自我 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幸亏还有柳如烟不嫌弃 后来还是妈妈发现了我不对劲 从老家飞过来 细气安慰一番 我才从怪圈走出来 柳如烟这个泥潭 我好不容易才爬出来 怎么会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了 下班的时候 意外地看到柳如烟在公司门口 我顿了顿脚步 最后决定假装看不见 绕过他去买今天的菜 柳如烟边喊着我名字 边追过来 新时 我来接你回家了 感受到周围同事的频频注目 我不得不停下脚步 柳如烟 你想做什么 我们已经分手了 他一脸受伤的表情 新时 我不同意分手 你跟我回去吧 我疑惑地看着他 开口问 我现在也不能对宋景宁造成威胁了 你在做什么 我身上还有什么让你们可图的吗 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不是的 昨天那都是我喝多了说的胡话 虽然一开始我是因为景宁才跟你在一起 可相处下来 我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你了 真的 新时 我不能失去你 话还没说完 宋景宁的专属铃声就响了起来 他犹豫了几秒 最终还是接了电话 在柳如烟接电话的瞬间 我立刻转身离开 无论是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宋景宁都是他柳如烟的优先级 这个道理我早该懂了 接下来的几天 柳如烟没有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将工作交接好后 决定休假去一趟旅游 想了好久 我选择了去当时准备跟柳如烟一起毕业旅游的地方 北京 那时候我做了好久的攻略 订好了机票跟酒店 可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 柳如烟说朋友出事了 临时飞去了国外 这个计划也一直搁置到现在 在京市找好住处后 我逛了很多地方 第一天凌晨起床 去看了生奇仪式 还去喝了豆汁 不得不吐槽 是真的喝不下去 之后还去看了下雪的故宫 冬天的长城 有故事的圆明园 黄昏的时差海 旅程的最后一天 我将所有的照片整理好 发了朋友圈 我跟自己的青春好好进行了一次告别 回到上海后 我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了 这时门铃响了 打开门才知道是柳如烟 他比之前看起来憔悴很多 妆发也没之前精致了 甚至口红都没涂 我疑惑的看着他 有什么事吗 柳如烟固执的说 青春 我来接你回家 我朝他翻了个白眼 没什么事你就走吧 说着就要关上门 可柳如烟将手按在门框上 阻止我关门 我不耐烦的踢了一脚门 你到底想做什么 青春 我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是爱你的 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你要是不喜欢宋锦宁 我可以跟他保持距离 行吗 柳如烟可怜巴巴的看着我 眼里都哀求 我冷笑一声 柳如烟 你不觉得你自己现在的行为很矛盾吗 盯着我 似乎不相信我会这么绝情 柳如烟 我们已经结束了 这样死缠烂打好玩吗 我不再管他的手 直接关门 在门关上的前一秒 柳如烟的手缩得飞快 我坐在沙发上 想着柳如烟这两次的奇怪举动 他怎么一直执着于让我回去呢 说他突然发现自己真正爱的人是我 我是打死都不信的 叹了口气后 我决定不想了 反正都是不可能的事 这时 发小发信息来说 他已经到了 我赶紧穿衣服出门 从北京回来第二天 发小王晨打电话来问我朋友圈是什么意思 我将事情全部都告诉他 他当时就说来上海找我吃饭喝酒 没想到今天就来了 跟王晨一起选了一家网红火锅店 喝了几杯之后 我就要去上洗手间 回来的路上听到了无比熟悉的声音 要不是因为景明看上了他设计的那个软件 我怎么会去求顾轻食 如烟姐 委屈你了 有了那个软件 我就可以成功到盛月工作了 我星期六就约他出来 到时候你 后面的话因为声音太小听不清楚 他们口中的软件 是我毕业第二年开始研发的 前段时间才基本完成 星期六是吧 我倒要看看你们耍什么星期 星期六 柳如烟一大早就站在我家门口等我 说什么就算我们之间没可能啊 也想让我陪他最后一天 我冷眼看着他这虚伪的模样 心底泛起一阵恶心 但为了我的计划能顺利进行 在他苦苦哀求了一个小时后 我还是答应了 我说好的瞬间 也没有漏了柳如烟眼底闪过的一丝得意 刚出门没多久 手机收到了信息 我瞄了一眼后 轻轻扯了一下嘴角 鱼儿上钩了 这一天柳如烟带着我去了刚在一起时 经常去的地方 我不断地看着他 心里想着只要他对我有一点点愧疚 我就放过他 可是他没有 下午的时候 柳如烟手机来消息了 他看都不看就站起来说 青石 今天谢谢你陪我 律所找我有点事 我先回去了 说完 不等我回答就快不走了 不用想就知道是宋锦明发信息给他 说已经得手了 我慢悠悠地将手中的咖啡喝完再回家 现在就等着收网了 两天后 业内发布了一个软件 而这个软件的设计师宋锦明被誉为天才 宋锦明很快就凭借这个名投 入职了盛月当开发布经理 我看着他发在社交平台上的采访视频 冷冷地笑了一声 宋锦明你笑够了 好戏也该开场了 我没有警告他下架软件 而是直接对他提起了上诉 并注册了个人账号发出了律师喊 因为我是个新账号 关注的人并不多 眼看着我发的律师喊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 我花钱买了流量 很快 刚兴起了新人的天才设计师就陷入了盗窃风波 网友们议论纷纷 有人不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 对我提出质疑 我无所畏惧 将之前暗藏在软件里面的开发者签名的是说了出来 并且将宋锦明那天在我电脑上操作的录屏发了出去 因为我一直活跃在各种软件开发的论坛 业内很多设计师都知道我的马甲 因为这件事 宋锦明成为了众人口中的小偷 吓得不敢出门 我在家开了瓶啤酒庆祝这件事的时候 柳如烟打电话来了 他说 青石 我求求你 你发个声明说已经私下解决了吧 他现在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再这么下去会出事的 我冷笑道 英多里的老鼠是不能出来见人的 你们当初合谋偷我的东西时 没想过这个结果吗 柳如烟被我说的沉默了几秒 你知道这件事 那你为什么要配合我 而且你现在不放手 到时候出了事的时候 对你有什么好处 那你们当初要偷我软件的时候 有想过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吗 偷你的软件是我不对 你想要什么补偿 你尽管说出来 有先见之明 在他打电话来时已经按下了录音 他说的话 全都被我录下来了 我没有跟他多说 直接挂断了电话 柳如烟意识到 我是不会放过宋锦宁的 就开始买流量 买水军在网上带节奏 拼命的想给他洗白 但小偷就是小偷 无论他怎么洗 这件事还是在这 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随着网友的深巴 宋锦宁的社交平台都被巴了出来 他之前分享了很多跟柳如烟的事 还有不少他们在酒店 在家里拍的亲密照 最早的时候 可以追溯到宋锦宁出国留学的时候 他的粉丝不少 都是磕他们的 现在因为这件事 底下的评论轻易色发生了变化 柳如烟见事情越来越不受控制 就开始将矛头指向我 说我是插进他们感情的小三 就在这时 我也跟他硬碰硬 将我们谈恋爱的时间线都整理好 还有他之前喝醉酒给我发的那段话 以及他最后一次打电话来的录音 都发了出去 一时之间 不仅宋锦宁的名誉受到了打击 就连柳如烟都被拖下水 他被打上了渣女的标签 律师的工作也被叫停 甚至之前代理过的案子 都被翻出来用放大敬函 这一查就查出事了 我跟柳如烟第六次见父母那天 宋锦宁被人推下去楼梯了 代理律师是柳如烟 因为案发地点附近没有摄像头 没有实质证据 他凭借自己多年办案经验 竟然状告市主赔偿15万 而在这次事件中 有人放出了路人无意经过拍到的 案发地点附近的视频 根本是他们两个发生了争执 宋锦宁想推市主下去 没成功 反而自己失足掉下去 柳如烟被卷入了网报的漩涡 律师证也被吊销了 打完这场仗 我就收拾好东西去广州上班 也回到了家人的怀抱 同时也拉黑了柳如烟的所有联系方式 一个星期后 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青石 你去哪里了 我去你家找你 房东说你搬走了 青石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是被宋锦宁骗了 才会做出这种事 柳如烟的声音中充满懊恼与后悔 你打错电话了 说完 我就直接挂了电话 并且设定了不接听任何陌生电话 不给柳如烟任何一个恶心我的机会 自从调到分公司后 我经常加班到很晚 有一天下班已经是凌晨了 我自己往家里走 突然冲出一辆小车 加速朝我撞过来 生死关头 我吓猛了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突然有人从身后将我拉了回去 小车也没有减速 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 救我的人作为证人 陪我一起去警局报案 并且录了口供 爸妈知道后 天天开车接送我上下班 一个星期不到 小车司机抓到了 是宋景宁 他憎恨我毁了他的未来 让他成为过街老鼠 甚至面临着被告盗窃他人成果 以及敲诈勒索的罪名 而柳如烟不知道发什么疯 每天都在找我 说自己爱的是我 压根不管宋景宁 宋景宁失去了一切之后 心里不平衡 就想要拉着我一起死 听到这 我难免有点唏嘘 都是贪心害人 但他们的事情 都与我无关了 半年后 我妈骗我去相亲 到了地方之后 才发现是那天 救我的那个女生 陆琪琪 原来她是我妈朋友的女儿 是一名跆拳道教练 陆琪琪是个很开朗的女孩子 跟她相处感觉很舒服 第二次见面 她就问我 顾青石 我可不可以当你女朋友 我落荒而逃 她开始穷追不舍 一年后 陆琪琪正是以女朋友的身份 来拜访我爸妈 她站在我家楼下 开始第十次问我 礼物水果有没有拿漏了 她这样穿的不得体 我笑着说 就凭你之前救了我的命 你就算不拿东西去我家 我爸妈也会很喜欢你 谁知道她一脸正经的跟我说 顾青石 这是两码事 见家长是不能随便的 听到这 我心满意足的笑了 属于我的幸福终于来临了